竹瘟 是猛甲青山王的特有 為什麼鞭炮煙火齊名 這個有來於鞭炮煙火的硫磺 升光 驅逐瘟疫 瘟煞 這件事情是有相關的相連性 SARS的時候他就有出來落盡 就是把瘟疫往下壓 他絕對絕對住在附近的萬華人 都比較安心 因為這次徒步進江半年前就安排 所以在武漢被人還沒有爆發之前 就已經安排這個徒步進江 然後剛好在這個大爆發的時間點 徒步進江開始 所以我覺得蠻懸的 鞭炮煙沒有拉開要不要拉開 2月14號奇人節這一天 常常炮鎮明煙在蒙甲街頭 但不是要慶祝有親人終成眷屬 而是要歡迎蒙甲青山王 結束第一次步行傳鄉活動迴覽奧季 再擺 擺擺 GO 熟悉蒙甲青山王的人應該都知道 他老人家一年只出門一次 就是外界俗身的蒙甲大拜拜 會在地方繞盡三天 起運時間幾乎不出門 這一次步行傳鄉活動 可說是建廟165週年以來的創舉 巧合的是起甲時間正好碰到 全台籠罩在武漢肺炎陰霾 難道素有儲溫之神稱號的他 感應到了什麼 這故事得從半年前說起 當時廟方正在討論 明年要舉辦什麼活動 來慶祝建廟165週年 不過大家絞盡腦汁 還是沒有結果 於是決定小水片刻 等午休起來再說吧 沒想到睡了一覺起來 原本各執己見的眾人 就有了共識 帶他起來就想說 我們是不是來土土 為什麼要這樣子 沒有 我就想去 用走著試試看 就是隱隱約約 我們覺得說 我們想要這樣做 我們青山王在台灣的信仰 比較算不普及化 他不是像其他的神明說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現實都有這個 神明的這個諷刺 那幾乎都是以一個樁頭 一個樁頭的信仰來呈現這樣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就是用走路的 用一步一腳印的方式 來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讓更多人知道我們 因為步行船箱 是蒙甲青山宮的首度嘗試 當然得問問主神的意見 畢竟他除了蒙甲大拜拜以外 幾乎不出門 沒想到我們就跟寢視靈安尊華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走的這件事情 他居然說是三個聖杯